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2010年3月10號的掌握時機賺大錢 那我們今天掌握時機賺大錢呢 我們是請到這個萬瑞君萬大哥 也就是我們這個2012台北北京上海黃金三角的作者 我們看 歡迎萬大哥 市經長好 各位網友大家好 萬大哥在去年我們6月開這個節目以來 然後萬大哥就去年就一直看好這個 國內台灣台北股市的這個行情 還有這個兩岸持續會有力多這個發酵 去年一路以來都幫我們看多 其實我們也相信這個投資人跟網友也都獲利滿滿 那也跟我們預測今年年初會有一個很大的資金行情 那比預測稍微早了一點點 但是實際上也是有發生了 那接下來呢 萬大哥在這個過年前跟我們預測過完年後 這個ECFA行情就要開始起走了 然後這兩個禮拜都跟我們談到ECFA行情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兩岸 這個有非常多的善意在ECFA的交談方面 而且其實我們也看到 另外一個聲音也不太敢出來去擋 這個這樣子的動作 那這樣子我們也看到這個股市也都會有反應 它反應並沒有很激烈 還慢慢的在醞釀當中 那我們看到最近這個台北股市呢 之前資金這個外逃 就是這個歐巴馬他這個要有一些動作 讓全球的資金都往美國跑 我們發現這個外資從1月多大賣台股 賣了好幾千億的台股 那到了這個昨天我們錄影是週二 週一3月8號我們看到外資開始進場了 買了台股100多億 那我們錄影當天這個資料還沒有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外資進場 那個台幣開始升值 種種的跡象開始看到好像 這個全世界的資金又好像要要 開始熱錢又要來聚集在台北股市裡面 甚至台北的房市 怎麼打壓都壓不下來 各地的資金都湧到台北來 那我們可以就看到說 這個就是因為ECFA這個效益 可能會慢慢的發酵 我們等一下再請教 萬大哥這個有關ECFA 那我們這幾天我們知道這個人大跟政協 其實在開會 那基本上他在我們的鄰國 而且這麼大一個國家 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其實我們的媒體上 不容易看到這樣的消息 我們所看到的都是五都 五都這邊也是五都那邊也是五都 所以我們想請萬大哥跟我們聊一下說 人大政協他們最近對於大陸的經濟的發展 他們有什麼樣的規劃呢 資金長說沒有錯 他們的確有新的規劃 而且這個規劃是跟我們有力氣關係的 剛剛我們資金長提了說資金行情沒有錯 在过年前半个月 资金行情开始推手 但是据我的了解 应该最晚是在四月 已经有大量的外资排队准备进入台湾 是 外资 对 外资 最晚是在四月 早的话可能就是三月中 为什么 除了我们刚刚执行长提到的ECFA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两万股市的交易平台 是 其实我们作为散户的投资人 也许我们看不到这么远 但是那些主力大户 那些基金们 他们就看得到这么远 因为那个才是真正的大利多 而且那个利多可能就是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可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宝莱ETF在那边挂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买到什么户 那也没有那种感受到那种资金 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最新的 刚刚我们执行长也讲了 国内新闻很难看到的确是这样 中午是五度 晚上是五度 今天是五度 明天还是五度 都是五度 但是跟我们修期相关的经济新闻 却很少建筑爆端 或者是在频道上出现 这是最新的 最新的什么 最新的两岸股市交易平台的建立 我在这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因为刚刚我们执行长其实说了 现在这段期间 是北京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的期间 它有多重要 刚刚执行长说了 我不再追序了 但是我在这我必须要跟各位提一下的是 中国的所有重大政策 它有两个管道 它制定重大政策 包括经济 军事 政治 外交 所有的 只要是重大 两个字 它制定相关的政策的时候 它有两种模式 也就是两种管道 第一个是什么 他们本身的智库 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智库 然后透过各部会 国务院的各部会 形成政策 经过研究之后 逐渐形成政策 然后对外实施 这是一个管道 第二个管道是什么 第二个管道就是透过两会 人大跟政协提案 形成议案之后 形成议案之后 然后经过两会的表决 通过 交由 中共中央 政治局 然后再交由政治局常委 通过 然后交付 国务院 实施 这是他们 政策的两大制定的管道 他们称之为集体领导 我为什么说重要呢 就是因为 建立两岸三地股市交易平台 这是民革中央在政协提出来的议案 在政协要闭幕之前会进行表决 如果表决通过的话 它就形成正式的政策 要交由中共中央去执行 那我先介绍一下 民革中央是什么单位 说出来 不说很多人不知道 说出来其实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 它的全名叫 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 我再说一遍 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 叫民革中央 中国国民党不是我们台湾的执政党吗 是没有错 台湾的执政党在过去 在共产党眼里叫做 中国国民党反动派 而留在大陆的中国国民党 是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 所以叫民革 由他们所提案的就是 建立两岸三地的股市交易平台 就好像刚刚我们执行长有提到 现在两岸三地有ETF 什么护身300呀 那个台湾什么优越50呀 这些很多的ETF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事实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也一再提到过 这只是第一步 而我们国内很多财经学者 也都认为 ETF这绝对只是第一步 绝对只是第一步 果不其然 又被我们说中了 首先 四月份 上海股市要开放融资融券交易 要开放期指 期货指数 这个日期是 四月确定 确定他们已经下发公文了 之前有那样的消息出来 但是到现在还是确定的 对已经确定了 基本上已经确定 因为他们的事情细着都出来了 对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 我们执行长有意思跑到上海去考 那个要做这种交易员的话 你必须进入考试 然后取得证照 然后你就可以在那里进行交易 做什么 做期货指数 还有选择权的交易员 你就可以开始做生意了 这已经是确定了 是四月份要开始了 而我们在这里 我们提前所说的 他们为什么在四月份要这么做 接下来的一步 我的预估